欢迎收看富甲天下 我是顾富人 今天这个行情终于看到了 它有个有效性的确实的大涨 从16750 现在一次拉高最高是来到16961点 我记得是16961点 最高大涨接近300点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说 如果说我们今天的收盘价 就是在今天13号 收盘价是刚好在17000 我认为这个行情就危险 还好它没有 但是开高之后就开始回挡 它一开高19600 16961啦 差了40点就17000点 然后现在杀回来最低是来到16711 等于说它这边什么 其实它这边回挡 回挡接近有150点 没有到16771 这个是比有点奇怪 16844左右 16840点 跟16961点差120点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差了120点 因为如果说它是一个红K棒 今天是留上影线 它说留红K棒 它不代表说明天要续涨 不代表这样子 上去之后 因为遇到了所谓的套牢卖压 你自己看嘛 123 有没有 这边散去之后 这边都是套牢卖压 而且大家会怕 所以留上影线 它就在这边震荡 然后慢慢的再一次突破 它如果涨太多 它以后再开高 它就会下来 为什么会像这样 上去之后开高 它就会回挡 它现在会回 但回不升 回到大概这样子 大概是属于这个所谓的17000 217000 大概在17200左右 大概在16900左右 大概在16900 16800 所谓的高老震荡 以前的震荡是16200 破到16000 然后再从16000开始反转 那之前也跟各位讲过 这个反转 其实来自于这个FED的暂停的升息 我们这边是这样讲 然后我跟各位强调跟报告过 它是属于暂停升息 暂停升息是资金面的改变 这是礼拜一 这是礼拜三 11月1号的事情 但是在之前 美股已经开始涨了 暂停升息 资金面的改变 劳动基金 这些都代表说 行情已经不一样 我之前也跟各位强调过 这个会把股价往上电高 它会电高股价 什么概念 从11月1号开始 这边 开始 1609 这边开始一直走 走到16961 它走了快900点 所以它这边虽然震荡很大 但是 它的这个上升的幅度 它会造成什么 它会造成所有的股价都被垫上去 而不是说像以前这样 这么低档 它所有的收盘价都会往上涨 不是只有单一个股 是全部都往上电 你自己回头去看 如果你没有在过去五天 砍掉你手中的股票 来到现在 你当然可以减码 但是我也劝你 不要乱砍 要砍得对 你其实涨太多了 你当然可以砍 如果还在低档 刚反弹了 你就不用砍了 因为还要走的 这行情还要涨 11月6号 我说这里是外资认错行情 如果要真的开始的 台股万七就很快了 从刚从那个11月1号到现在 也不过才八个交易日而已 八个交易日 它就已经涨到 接近一万七千点 差了四十点 之前跟你提到威胜的部分 你低轨卫星 AIPC 那AIPC10号 11月10号的法说会 它也讲得很明白 它也在讲AIPC的应用 来 这个是它法说会的部分内容 威胜 它已经切入边缘运算 跟AI相关的应用领域 AIPC的量向 在AI边缘运用更为显著 这是威胜 它的Future 它的未来的成长性在 AIPC AI边缘运算 AI边缘发展工具 它跟什么 智慧边缘 零售 还有什么 重型设备的安全 对高级安全 视讯车载之冲 智能车载 智能车载在之前 就跟你讲过AWAS 这个部分 智能车载 只是我没有跟你讲 里面的英文的部分而已 但是它应用在卡车 一般小货卡 跟一般的货车上面 这个是包含 在它的应用上面 它在法说会里面 讲得非常的清楚 在9月底的时候 我也跟你提过说 因为威胜 它的子公司 威虹集团 它有庞大的 细致材的专利权 跟ASIC 特别是X86 X86的CPU 跟IC设计 对不对 这个是它的利益 这是它的利基点 然后威虹 ASIC 出货在哪里 中国客户跟欧美客户 6奈米的制程 第四季头片 这是在9月份讲的 那它的法说会 已经讲得很轻 很清楚 对不对 威胜 那你今天早上 从头锁到尾 然后这一次的量 只有12400张 表示说威胜这边 是完全被锁单 这个单子完全锁住 而且它没有爆量 不像以前 不像以前 它在涨的时候有爆量 今天在涨的时候 居然量即缩到12000 之前涨停板的时候 量是84000张 前面的是50000张 今天居然只剩下12000张 这个有意涵 这个涨法是有意涵的 这个涨法是有意涵的 就是说威胜 它的线上法说会里面 我有讲过了 它说得明白第三季 第三季是三到四成的计真 第四季有可能计真 等于说全年营收就会计真 就会增加年增 那中国大陆呢 是在占了70% 那期待名以下先进制成 目前大概占8成 终归上述的这个威胜的这个法说会的内容 有关于它的先进制成 我在9月底的时候跟10月份 都一直在跟你讲 威胜我之前跟你讲过 我在这边9月 掌停 对不对拉回来 10月份拉回来 我也跟你讲威胜 因为我们看的是产业面的改变 整体性的AI 我说过它是一个大的商机 它是套在我们全部的这个工 全部的台湾的电子厂 跟我们电子商品 它的一个新的应用版本 它不是说只有很单纯的在做伺服器 它未来的AIPC是一定要走的 一定要走的 那既然它要走 那有些人会受惠 那你美中贸易大战 美中的科技大战 你美国一直在限制中国的东西 那它会找替代产品 替代厂商 威胜本身就有在做 所以威胜它本来就是会受惠 它会跟联发科一样 联发科为什么能创新高 对不对 联发科今天是刚好股价创新高 你看它的K线图 对不对 从600多块 600700到现在900 也是涨了300块 从8月份 9月份开始 700块到925 总共涨了250块钱 威胜 对不起 不是威胜 联发科 它也在做中国那边的生意 就是我今天如果说 没有做到美国的生意 没关系我做中国的生意嘛 还是一样啊 对不对 你现在禁止卖威胜的 禁止卖这个NVIDIA的商品 产品线 那你中国的厂商会去找威胜 去做一个布局跟卡位的动作 这个是人之常期的 你不让我买 那我当然找别人买嘛 对不对 很正常嘛 是不是这样 那你威胜我已经讲过了 我又没有涨晒来告诉你说 我有 我很早就有了 而且我也几乎三不五十 就跟你提一下 对不对 你看十月六号十月七号十月八号 十月八号 十月八号我跟你讲威胜嘛 对还有华通 华通今天是强势 但是它还是留上影线 它留十字线 华通 华通也在慢慢的创新高 有没有 慢慢的创新高 两天都量的差不多都是十万张 这表示这两天的十万张 会把这边做一个换手 它会突破前高 它就 它的前高不是问题 马上就过 因为华通还有卫星 还有卫星 它也有AI 它占的部分也很多 华通其实 并没有那么 很单纯的说 因为这一次的PCB 不是以前那种感觉 不是以前那种样子 MED60 新货拉机 就表示新货的拉机槽 不对 新货拉货 新机拉货槽 华通本身 这个是MED60 还有卫星 对不对 鸿海的卫星也设上天空了 明天 明天 AI制服器的PCB 所有的新版的PCB 它都有在做 那就表示说整体性 这个就是需求之所在 本业的改变 基本面的改变 会造成股价的慢慢墊高 股价有时候波动度 那个是小部分的波动 比如说来看华通 11月7号也在跟你强调说 它压不下来了 它准备走了 都没量嘛 对不对 这两天开始补量 就几乎过前高 等它过去的时候 它就过了 华通就喷出去了 我说了我没有说涨上去 而且今天华通也没有涨停板嘛 它只是很强而已 对不对 它只是够强很强而已嘛 那我们再来看 这几天比较有趣的 或者是说在市场上 比较热门的 本来这个生计不是不太热 后来就因为中天跟合一 6901的大涨 鑽石投资 6901的鑽石投资 今天就跌6.7% 大盘是大涨150点 早上是接近300点 它居然是大跌收场 这个是没有现股当充的 它没有现股当充 什么概念 就表示它的筹码是安定的 那个卖你就卖吧 这个下跌量说上涨出量 表示这个是有换手的 这边是有换手的 有换手的 刚刚上市嘛 刚刚上市 商机 我们先看人家的产业面 好不好 合一 糖尿病逐溃痒 这个是一个糖尿病 很容易发生的 末梢血液循环的一个问题 这个节肢率也很高 病发率也很高 那糖尿病来讲 在中国有大概1.4亿的人 有潜在性的糖尿病 应该是说高血糖 那发病大概13% 那就大概是750万人 而且大陆的没有健保 我跟你讲他们是没有健保 他们看病是要自费的 中天是代理商 中天是代理商 当然我母公司合一做的 我自己做的药我自己卖 我自己钻石投资是集团 合一是做药的 做了药给中天去卖 中天上海独家销售权 总代理的概念 港澳部分 但重点是人口素 重点是人口素 人口素够多 而且糖尿病是属于文明病 就是我现在吃好喝好 精致的糖分 精致的淀粉 吃的量又大 那你当然就是人都胖胖了 就会人类脂肪肝 很容易都三高的问题 那你三高的问题 已经发生了 那我是不是要做一个治疗跟减缓 那你治疗跟减缓 其实应该是说 现在美国这边很少去在意 或者说他们很少去发展 所谓的糖尿病逐溃疡 这个药品 那你合一来讲 他就是去做这个东西 那做完了以后 他销售的位置又在新加坡 马来西亚还有中国 那中国已经有药证了 表示他可以卖 就那么简单的嘛 你说 哎呀我要去看一下 他的那个什么销售状况 如果你的药是有效的 你稍微做个广告 再跟药商 再跟医院啊 或者是厂商去谈一下 药是可以卖的很快 尤其是毛利率都非常的高 那既然他有收益有药证 那就表示他的前景是可以去期待 这个就是基本面的不一样的地方 跟我们在看这个技术现行 有的时候你用技术现行去看生机类股 你会吃很多的亏了 这个部分我回来 广告回来以后我们再来谈 到底要怎么样去操作生机类股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运达投顾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智慧经验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动乾坤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 上半的节目跟你谈了这个威声跟滑通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来补充一下威影的部分 威影今天也是创新高 今天来到1935块钱 前面一直在跟你说12001300 从130015001500 再跟你讲到现在大概已经 这边是400块 这边大概600块 因为威影太高价了 所以很多人就是把它当做一个指标 那也OK 我认为这个确实是一个指标股 但是它对于我们来看 来讲的话 在我们的会员里面尊重的话 它是有的 那威影来说 它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它是做AI伺服器 伪创今天占回去100块 它就是 因为伪创现在在转型 它的NP跟PC 已经做一个转型 它今天比广达来得强 这是跟它们的筹码有比较大的关系 筹码面大概就是因为它被季线压着 虽然伪创也被压到 但是它已经碰到季线了 它是属于比较强势的 广达是连碰都碰不到 但是它迟早回去碰 意思就是说它迟早会去跟那边 做一个所谓的交换 做一个换手 那重点是说我伪创 已经慢慢的从NP跟PC 退出来 在专门在做高阶AI伺服器 它的子公司韦影也在做高阶伺服器 美国的基础建设 这个所谓的基建的部分 它在干嘛 起基 起基之前 一个人涨停板之后 没有消息了 股价垫上去之后 它再没消息 没消没息 但是今天在大盘整个 往上垫高的时候 它没有亮 它是亮缩的 它是亮缩的 只剩下4000多张 表示它的筹码面也是在几乎沉淀当中 筹码也在做沉淀 那就表示未来的前景一定有人在关注它 它才会筹码沉淀 这我是先讲到前头 先讲到前头 就跟我再跟你讲威胜一样 一样的道理 那回过头来 这个药厂的部分 现在还没有沉淀了 中天今天大概是一万两千张 大概前几天修理人 所以 因为它修理到冷 它把人家修理过了 所以表示说 它的筹码还要等一阵子 它才会做一个沉淀 所以它今天表现不佳 再加上钻石投资之前也很好笑 今天涨停对 涨停没有开 然后又拉回来 对不对 礼拜五就很精彩 这个短期的高点57块钱 把它当做一个短高 我认为大家很快就会突破 一下下而已大概10% 中天这边你说它很糟糕 那是因为大家没搞清楚 就冲进去 冲进去就掉下来 我实在有点不太懂 这个就是药症的部分 药症有这么不堪吗 好像大家不太理解 应该是说不相信 糖尿病能赚多少钱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但是事实上它的毛利率 你只要你能够开发成功 毛利率都是非常高的 而且专利权都是很久 至少十年以上 十年到十五年 它不会三四十年 因为这个药品 毕竟是对人有帮助 它有个期限在 但是它给你的所谓的独卖权 这个是绝对有的 所以我认为这类型的药品 你只要是对病人有效 它就会卖得动 你大陆有750万人 潜在的 应该说实物上 就有大概750万人需要 更不要讲说 潜在的人口数有1.4亿 成人 这个实在是吃太好了 高达1.4亿人 发病率13% 这一乘下来就不得了 一乘下来就 一千三百多万 一千四百万左右 一千五百万 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之间 然后糖尿病族的发病率8% 所以意思就是说 它有高达百分之七百分之 应该说高达这个750万人 有可能会有糖尿病的足溃疡 我一直不想提这么多 专业的这种生病的东西 这种病症不想一直提 因为如果你有 你也很不舒服 你一定很不舒服 人很不舒服 在大陆它又没有健保用药 你都是自己在卖的 台湾因为健保用药 你可能没感觉说 这个要花多少钱 对不对 可是你要去想说 一家公司花了几十亿的资金去研发 对不对 它当然需要赚钱 不然就没有生技公司 愿意去研发新药 这是一个 再一个就是说 我生病一定会吃药 很少有人说生病 我不用 我自己发工我就会好了 你能够自己发工就会好吗 我是为佩服你 真的 我没有佩服你 生技制药是这样 我们都是找那种已经有的 人家已经有药证可以做的 而且已经授权在 人口数很大的国家去卖 大陆13亿人口嘛 因为有接近1.4亿的人有糖尿 有潜在糖尿病 发病率13% 而且发病率的13%里面 又有这些人几乎都有 这个所谓的糖尿病除伤 溃疡 就是末梢血液循环不好的问题 那既然是这个情况底下 我又有对症下药的药 我又有那个最适合的药品 那它怎么可能会不赚钱 我就这样讲就好 我今天如果说是卖一个3C产品 我可能要降价 我可能要怎么样 我今天又不是卖保健食品 我卖的是药 一个需要的 一个需要 一个需求面有的东西 核一啊 树必一 这个是名字了 这叫做天然药物 新药的药证 这是中国NMPA核发的 是公告的 公告核发的天然药物 表示说它不是化学制剂 它对人体的伤害 比化学制药来得好很多 它比较不会伤你的肾 伤你的肝 这个就是 而且以中国那边的习惯来讲 它还是喜欢天然药物 所以既然有疗效 又有药症 又有中天去帮促销 那我钻石投资 它的股价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这么寂寞呢 对不对 如果我今天能够有 750万的潜在客户 我又是唯一的代理商 那你认为股价会这么寂寞吗 那我也认了 好不好 那我换股就好了 如果真的这样发生 我就换股操作 但是我认为应该不会了 希望各位把握机会跟上脚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